新北市今天新增的三例本土個案 都是居隔陰轉陽 系指手搖引電的電源確診之後 他的同事也確診了 有南部旅遊史感染源還在釐清 而至於新店確診的兄妹 他們的母親也確診 另外新北一家四口群聚案 最早確診的妹妹 和男友的媽媽和男友相繼確診 而基因定序今天出爐 中央證實是跟桃園機場的群聚案有關 未在新北市系指的這家手搖引電 有電源確診 立即停業傾銷 又新增一名電源確診 九號同事確診被匡列居家隔離 快篩陽性後 十號PCR陽性確診 CT值十七 五號到七號出現咳嗽和發燒症狀 一號到六號只有四號沒有上班 晚間前往餐廳用餐 其餘時間都在手搖引電工作 和到過附近的便利商店 由於高雄阿姨確診 新墊秀妹九號採檢陽性確診 他們的母親遭到匡列居家隔離 接種過三劑疫苗 十號PCR陽性確診 一月二十二號到二月四號到過高雄 台中屏東和苗栗 其餘有跟妹妹接觸 五號到九號在新北活動範圍 是以新墊為主 也曾搭乘新墊客運 八四九公車到過北市的景美區農會 五姐妹裡面 大姐就是我們昨天 新墊的那一對兄妹的母親 在新北市的部分 匡列的部分 跟採檢的部分都已經完成 而新北一家四口群聚感染 最早確診的妹妹 除了傳染給父母跟姐姐之外 男友的母親居隔陰轉陽之後 男友也在十號採檢陽性確診 七號曾到過新莊的便利商店 新北一家四口群聚案 僅定序出爐 中央證實 跟桃園機場群聚案有關 至於嘉聯藝術林場群聚感染 新北市公布相關足跡 從一月三十一號到二月九號 主要活動範圍在樹林區 也去過板橋的全聯 新莊的便利商店 郵局和台灣銀行 九號到十一號一共篩檢了一千八百六十九人 到目前為止累計十五人確診 確診數沒有再增加 記者臨信王新中 新北報導 新北京蓮飲 ACT